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气候变迁的状况没有改善 在2050年以前 美国每年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攀升到5000亿美金 超过台币13.8兆 还有可能5.9万人会因为炎热而丧命 不过气候变迁的威胁正在美国发生 刺激的飓风艾达登陆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虽然威力已经减弱北移了 但是造成了6个人死亡 还有人被鳄鱼攻击 咬断了手臂 还有一座小镇几乎是全毁 上百万人无电可用 州长还警告热浪很快就要来了 民众真的是水深火热 放眼望去一片汪洋 整座小镇泡在水里 房子屋顶全被掀掉 简直就像被炸弹轟炸过 惨不忍睹 我们需要帮助 有很多附近卡特琳娅的影响 但记得卡特琳娅的影响被刺激了 这影响被刺激了美国 170年来最强飓风艾达横扫路易斯安那州 这座小镇几乎全毁 居民回到家里 发现根本不能住了 不仅家园没了 现在还缺水缺食物缺汽油 居民大牌长龙抢购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三号会来视察灾情 但现在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艾达还吹垮了电塔造成百万人大停电 不过州长警告 接下来两周气温还可能飙到将近摄氏38度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一号警告 过去50年来洪灾热浪增加了5倍 造成超过200万人死亡 平均每天就夺取115人的性命 损失超过百兆台币 气候变轻的代价无比惨重 TV新闻综合报道 而除了气候变迁之外 环境的变迁也导致野生动物跟人类争地 阿根廷的高级社区 最近被大批的水豚入侵 数量高达了400只 不要看它模样可爱 居民可是怨声载道 包含了水豚会毁坏他们的花园 扰乱交通甚至会攻击宠物 不过水豚会涌进高级社区 其实是因为当地的湿地过度开发 他们赖以为生的漆地被破坏所导致的 而水豚的繁殖速度其实非常的快 想要跟水豚共存 势必得找到有效控制数量的方法 水豚悠闲过马路 慵懒地躺在草皮上觅食 是否以为在体验近距离观看野生动物呢 但这里是阿根廷著名的高级社区 最近被水豚大举入侵 引发居民怨声四季 原本当地一直都可以看到水豚的踪迹 但是近来却是一大群涌入社区内 而且数量只增不减 水豚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镊齿类动物 主要分布在南美洲 由于伴水期的特性 需要生活在靠近水域的丛林 以吃草树皮为生 也因此许多居民 修剪整齐的宝贝花园 盆栽都沦为他们的食物 目前整个社区估计有400只水豚 估计到2023年会成长到3500只 这样的增长速度 让部分居民直呼完全无法忍受 不只破坏花园还会攻击机车骑士 咬伤宠物 大量的排泄物也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 但其实水豚会涌入社区 是因为他们原本的家不见了 Nordelta是一座占地 购物中心 学校 教堂 甚至还有一座人工湖 土地高度的开发 导致湿地面积锐减 8月29号 几十名环境保护人士 聚集在社区内 打鼓 举牌 高喊口号 抗疫建商长期开发周围湿地 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潘塔纳尔湿地是世上最大的湿地 占了阿根廷总面积的21% 孕育丰富的生态系统外 还具有防洪 净水的功能 是水豚与许多兵为物种 包括美洲豹 棕廊 曾经的家园 有学者就指出 水豚得以大量繁殖 与掠食者数量减少也有关联 水豚一年可以生15只小水豚 代表想要与它共存 势必得找到控制水豚增长的方法 人为导致的环境灾害还不止这样 巴拉纳河的水位降至1944年以来的新低 在连日干旱下 三角洲地带甚至发生了大火 截至8月30号 已经烧毁超过1000公顷的湿地 人类长期烂肯烂乏 如今气候变迁 大自然的反扑已经无法避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通膨的压力加剧欧元区最新公布的 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创下了10年新高 而身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 已经开始担心恶性的通膨再起 而美国公布6月的房价 也出现了1987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另外疫情拖累的疑虑 其实欧美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都是下滑的 但是8月份的美国股市 在经济复苏和企业财报的助攻之下 表现相当强劲 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今晚美股三大指数以小跌作收 却是表现强劲的一个月份 当中标普500更是连续7个月开出红盘 经济强劲复苏 加上企业财报表现亮眼 让美股获得提振 但是大众对于确诊力暴增 以及联准会下一步动作的疑虑 则反映在了经济数据上 包括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降到了6个月新低 而美国房价又创下历史新高 当中涨幅最大的城市 包括凤凰城 一年涨了近30% 圣地牙哥和西雅图 也有25%以上的涨幅 市场认为 加市空污持续供不应求 势必会一路涨到年底 而通膨一卖不散 就连欧元区19国也拉紧爆 尽管这波涨幅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带动 但包括食品价格 就连工业产品也出现罕见的大幅上涨 使得欧洲央行虽然今年以来不断上售通膨目标估值 却一再被实际数字给超越 欧元区最大经济体的德国 在通膨压力加剧下 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进而冲击民众的消费意愿 还加上不断恶化的新冠疫情 德国在过去七天 每10万人的感染率 从前一周的48.8飙升到70.3 已衍生出劳工短缺问题 由于1.85兆欧元的疫情购债计划 明年3月就要到期 欧洲央行会在9月9号召开会议 为下一季的购债步调做出决定 届时势必将面临严峻的质询压力 不同于欧美国家正面临高通膨风险 亚洲的日本则是从本世纪以来 持续为低通膨所苦 主因这一代年轻人消费欲望低迷 正面20岁学生除了奢侈品很少买 就连基本的三餐也选择自己煮 再带便当到学校 取代虽然方便 却要花更多钱的外食 而他每个月的开销和台币 大约25000元 当中的60%都拿来支付 他在东京住的六瓶大租屋 其余的则用在食材和生活用品采买 日本经济1999年 在全球有16%的占比 20年后的2019年 已经下滑到6% 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紧缩 全球都在想方设法 化解这场破坏经济复苏的危机 GV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美国的确诊数 没有因为施打疫苗而压下来 主因就是Delta变种病毒肆虐 出现了很多突破性的感染 现在他们的医疗资源紧缺 甚至卫生纸也是很工艺不及的 工厂24小时不能休息 而美国不少大卖厂最近又掀起了 卫生纸跟清洁用品的抢购槽 很多民众到超市采购的时候 看到纸类商品的量还算够 但是业者怕去年大缺火重演 已经规定同样的商品 一卡只能买一包 小朋友手拿卷筒卫生纸 开心的挥舞学单字 但这如果被要去采购的 美国家庭主妇或主妇看到 可能会很傻眼 因为最近美国又掀起了 卫生纸抢购槽 卫生纸 湿纸巾 餐巾纸 面纸 看起来的量都还很充足 但业者已经超前部署 采取限购措施 美国财经媒体Business Insider指出 是因为最近Delta病毒导致疫情升温 美国人又开始囤卫生纸了 只要确诊数又开始大幅增加 民众的恐慌心态就会出现 美国从2020年3月开始出现新冠疫情后 已经多次出现卫生纸缺货的情形 美国最大的卫生纸制造商 P&G表示 他们的产线已经24小时不停工 来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P&G也表示除了确诊外 刚好碰上开学 也让民众购买较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而同样这波Delta不只导致卫生纸缺货 清洁和消毒用品也快被扫光 TVBS新闻总和报导 今天的全球第一线 邀请到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 汪吕中汪教授加入现场 教授您好 新闻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教授其实我们要持续来关注的是 美军阿富汗 他们目前撤军大限已经过 但现在传出曾经救过总统拜登的 口议员还受困当地 也很担心被塔利班报复 除了人道上面 美国相关的撤退措施受到谴责之外 美国政府现在国际社会威信 还可以弥补吗 而现在的情势来说 美国还有机会干预阿富汗的局势吗 是我们知道最近这一连串 阿富汗撤军的行动 让美国在国际声望上面 国际形象上面 确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接下来呢 大家会问的就像新话所说的 会问的是说 美国到底还剩下多少的影响力 在阿富汗当地留下来的美国公民 以及曾经帮助过美国的这些阿富汗人 现在非常担忧的这些人呢 美国到底有没有机会 把他们救出来 其实拜登总统 他最近的这两天发出的声明当中 特别强调美国还是会尽力的 军事行动结束之后 还是会用所谓的外交手段 那所谓的外交手段 包括了三个方向 根据拜登他自己所说的 大概会寻求可能远端的外交的遥控 再来或者是可能可以 透过经济的手段 以及透过盟友的协助 我们就说这三个手段 以三个手段 三个不同的途径 来对阿富汗 现在的阿富汗 发挥影响力来看 第一个是远端的外交途径 所谓的远端外交途径 是指美国在阿富汗 现在已经没有了大使馆了 没有使馆的人员 现在的阿富汗大使馆 跟阿富汗的代表团 事实上是移到了 一两千公里之外的卡达的杜哈 事实上远端遥控远端的大使馆 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2012年的时候 美国在关闭了叙利亚的大使馆之后 整个的大使团 移到了临近的约旦 进行远端的遥控 在需要的时候 才飞进叙利亚 跟叙利亚的官方单位 进行交涉 当然这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大使馆 它的目的跟它的效果 恐怕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透过远端遥控 不是不可能 但是效果可能会 影响力可能是有限的 再来是透过 所谓的经济的途径 目前以阿富汗 塔利班刚刚占据了阿富汗 刚刚取得了政权 阿富汗的经济的情况 到底会不会受到外力的影响 现在阿富汗的经济的状况 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 外貌的关系 美国比较理想的是说 可以透过经济的途径 来影响塔利班 可是塔利班 是不是这么在乎经济 或者是以阿富汗 这么贫穷的情况之下 经济的手段 到底有没有影响力 这个是大打折扣 大打问号的 第三个途径 就是透过盟友的关系 透过盟友 事实上是有点可能 是有点可能 对阿富汗进行一些施压 譬如说附近的巴基斯坦 跟阿富汗 跟塔利班之间 是有关系的 是不是可以透过 巴基斯坦来施压 或者是透过土耳其来施压 这是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 另外透过所谓的瑞士 美国现在在伊朗 也是同样没有大使馆 可是在伊朗国内 是有像瑞士的大使馆 设立了一个美国的大使馆 美国的虚拟大使馆 透过瑞士来帮助美国 处理在地的 在伊朗的外交事宜 在阿富汗是不是有其他的国家 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角色 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让美国也有所谓的虚拟大使馆 来做这样的外交上面的行动 这些是可以观察的 不过总而言之 以美国现在在阿富汗 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 美国现在还有公民跟曾经 帮助过美国人的阿富汗人 他是需要去被救出来的 要救出来这个援救的行动 如果没有真的在地的人员 实际可以帮助他们 恐怕的影响力都是非常有限 这是美国遇到的一个挑战 跟过去其他的所谓的 远端的大使馆都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的任务是比较简单 现在的任务比较复杂 考验的是拜登团队 到底能不能拿出魄力 拿出效力 把这些人救出来 如果没有办法救出来的话 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 美国的国际形象 恐怕会再打折扣 而另外一方面 现在各自也很好奇 阿富汗的神权政权要捲土 重来塔利班掌权 已经是现在进行事了 而美国的参谋联席主席 他公开发言一口谴责塔利班 但是又说双方要合作 来对抗恐怖组织 大家就在想 美国政府到底会不会承认 塔利班的政权呢 那未来这个新的政权班子 又要如何互动 教授 是这确实是一个最关键 最核心的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是外交手段 拜登在讲说 外交手段是不是能够接触 就关键的问题就卡在 美国到底要不要承认 这个他口中所谓的恐怖分子 塔利班的这个组织 要不要承认塔利班 是一个合法的政权 现在很显然的现实是 塔利班确实在阿富汗是掌权的 可是美国在外交的途径上 如果承认了塔利班 基本上就等于对外宣告 美国向这个统部主义低头 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 很难公开的 到目前为止还不愿意 公开的去承认 塔利班就是阿富汗的合法政权 问题来了 问题在于说 不久之前的这个爆炸案 损失了美国的13条军方的 这个宝贵性命 那美国的民众是非常希望 美国是可以对于ISIS-K 这个极端恐怖组织采取行动的 可是如果要对ISIS-K 采取行动 就不得不跟在地阿富汗的 这个塔利班组织 进行一些某种程度的 情报交换跟交流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记者会上 包括了美国国防部长 罗伊奥森 以及这个参谋首长 联席会的主席 也就是参谋总长 这个麦里将军 在回答记者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很不情愿的说 也许有这个必要 如果美国真的要采取某些行为 在阿富汗采取某些行为 达到美国民众的要求 或达到美国的战略需求 或许真的要跟塔利班合作 只不过如何合作 如果这个第一个问题 情况所谓的第一个问题 不承认塔利班是合法政权 塔利班会不会愿意跟美国合作 会不会愿意提供美国所要的情报 这个我想变成了塔利班 手上的一个筹码 那美国要不要配合呢 要不要完成 美国的拜登政府要不要去达成 美国人民的期待 做出报复的行动 达到美国的人民要求说 要叫这个血在血长 我想这个接下来 是拜登政府的挑战 但是非常有可能 塔利班现在在这个问题上面 可能占了一点上风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美国是必须要跟人民做出交代的 而现在美国已经撤离了阿富汗 而且准备把力气放在印太地区 对大陆施加更多的力道 这会导致全球秩序的洗牌吗 而值得关注的是 亚太地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就是台海的局势了 而台湾在国际上的角色会上什么 是我们说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确实在最近这几年 尤其在近期 在阿富汗撤军之后 看起来又更加的被国际所讨论 但是国际能见度 或者是被国际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要深切的思考 到底对台湾是好事还是坏事 所谓的好事还是坏事 是指说我们现在台湾 被大家看见的原因 是因为变成了国际冲突 大家都看见了美中冲突的热点之一 所以大家看见了台湾 也就是说大家觉得台湾可能有点危险 同时因为台湾的 台海的紧张局势是升高的 所以让世界各国可能更愿意来帮助 尤其在透过外交的手段 或者是透过军事的协防 愿意在台海部署更多的军事的力量 来帮助维持亚太的稳定 可是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正面来说台湾可能得到的支持变多了 可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大家要思考的是 会不会因为台海局势的紧张 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让所谓的投资人 或者从经贸的层面来分析的人 会担心台海局势的紧张 也许让台湾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地带 所以其实任何事情都有议题的两面 美国确实在阿富汗撤军之后 它需要展现更大的对盟友的支持 可是在台海的问题上面 现在所展现的军事实力 或者是展现的为台湾 为台湾可能更强硬的支持 对台湾是好是坏 这是台湾要去思考的 不过今天在美国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美国 这是台湾可以参考的一个事情 泽伦斯基访问美国 拜登总统表达强烈的支持意愿 可是拜登之所以会表达强烈的支持 或者不得不表达强烈的支持 关键在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手上有筹码 什么样的筹码呢 泽伦斯基直接告诉拜登 乌克兰准备好了 如果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是全民动员 已经准备好打仗了 我们不要美国为我们打仗 我们要美国 我们要美国的是 我们跟美国一起打 你只要给我武器 你只要给我相对应的军援 乌克兰的将士 会将士用命的守护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有这样的筹码 跟拜登进行谈判 拜登也不得不回应 给予更多的支持 决定要给6000万美金的 这个军事的援助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 来对照台湾 台湾在需要美国援助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相对应的筹码 也就是我们有没有相对应的准备 证明给美国看 你不用口头上给我支持 我要你们更进一步的承诺 如果台湾没有做好自己的准备 恐怕我们要求美国再多 给的再多口头承诺 到实际上落实的时候 都很难变成真实的状况 这是台湾要思考的问题 不过另外一个最近引起国内关注的新闻 就是欧洲的议会的外委会 压倒性的通过建议 住在台湾的机构 都要证明为台湾 但是欧洲各国欧盟的盘算是什么 是要跟着美国的政策走吗 还是说他们已经不畏惧 中国大陆的压力呢 是我想对台湾的支持 任何的任何的支持 或者任何的进展 在台湾的大家应该都觉得 同样都觉得高兴的 为什么呢 欧洲的国家现在开始 对台湾的支持是越来越明显 那这个明显 现在已经把所谓的证明 驻台湾的使馆 要从驻台北办事处 变成驻台湾办事处 当然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大的跨越 可是我们也必须更冷静的 去看待这个台湾办事处 他所指的台湾 到底是以台湾的 作为一个国家来认证 还是说台湾是一个地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在今年7月底的时候 欧洲的同样一个外交委员会 才在今年7月底的时候 开会重新审议 要不要挑战 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当时的决议就说 不改变一个中国的原则 基本上欧盟是不打算去动他的 也就是说对台湾的支持 会在灰色的地带 模糊的空间当中游走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决议 所谓的改名字变成台湾 驻台湾的使馆 事实上他的定义 可能不是我们大家非常期待的 很多朋友期待的 所谓的欧洲就把台湾 证明为台湾国 这个是有程度上的差距的 那再者呢 我们就说欧洲现在很显然的 不只是欧洲 全世界对台湾的 能介入上升的 对台湾愿意给的支持 或者认识也确实是增加 还是一样要回过头来问自己 我们跟这些国家的交往 到底是口头上 我们只要得到人家改名字的支持 还是我们真的打算好了 做好了全盘的战略的准备 在经济上面 或者在文化上面 有更紧密的交流 这种更紧密的 更务实的交流 或许才是把这个友谊 化作实际支持的一个关键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 全盘的规划 只是因为有所谓的证明 或者是外交辞令的改变 而感到兴奋 没有再进一步的进行 深入的交流 那我觉得呢 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因为现在的局势 确实对台湾是有利的 这个也是值得在台湾 跨越蓝绿好好思考的 是 不过现在呢 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 在全球的外交战略上 都有所调整 可是过去这一年疫情之下 大家都在讨论的 民主阵营和威权阵营 国家到底谁的疫情 防控比较好 美国传出半年丢弃 1500多万剂的疫苗 外界怀疑这个数字 可能被低估 而且有很多民主的国家 防疫政策 都有内部的分析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大家不管是反对 要不要打疫苗 或者是反对戴口罩的抗疫 纷纷涌现 教授 现在全球政府呢 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 全球政府 尤其是民主政府 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把整个疫情 尤其我们看 COVID疫情的这件事情 COVID疫情已经变成政治化了 我不晓得大家 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 在美国呢 很显然的 戴口罩不戴口罩 已经变成民主党 跟共和党的差距 打疫苗不打疫苗 同样也是所谓的 进步派跟保守派的差距 这不止在美国 在其他的民主国家 在法国也看到了 同样的事情 法国总统马克宏 如果大家记得 几个月之前他想要推 所谓的这个疫苗护照 当时法国人民就觉得 打不打疫苗 是我个人的自由 为何你要来介入 为何你要用 政府的强势力 在加拿大 同样也遇到 同样的状况 加拿大总理 这个Trudel 他希望了大家 更重视COVID的疫情 可是保守派的势力 就会觉得说 我们为什么 一定要按照 政府的规定 我有我自己的自由 戴口罩 或者打不打疫苗 所以从COVID的疫情 我们可以慢慢的看见 全球的风向 正在转变当中 过去刚刚开始 有COVID疫情的时候 很多的国家都觉得 政府的强势力 不管是口罩 还是疫苗 都是好的 强势来压制疫情 都是好的 可是因为疫情 实在拖得太久 变种实在太多 一年多以来 在世界的所有的 欧美的国家 都看到了同一个现象 也就是大家 把口罩拿下来 大家开始觉得 我们应该要跟疫情共存 应该跟病毒共存 而不是完全的 不再一昧的围堵 在美国非常多的 在欧美国家 非常多的中间选民 开始转向 整个的风向 从比较愿意接受 大政府的民主阵营 民主进步派的阵营 开始又回到了 所谓的保守阵营 觉得也许 在保守的势力当中 跟着保守的阵营走 比较能够真的达到 所谓的群体免疫 甚至可能会更快 时间拖得太长 大家已经失去了耐心 这也连带的 让民主制度 尤其是现在很多国家的 民主阵营 遭到的挑战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的是 加拿大9月20号要选举 德国9月26号选举 这几个选举 其实都会明显的展现 到底全球的民主风向 是不是已经开始做了变化 台湾值得继续观察 好 我们谢谢教授 加入今天的全球第一线 跟我们分享 现在国际局势的精辟解析 谢谢你 感谢 好 继续带观众朋友看到 是刚刚教授提到 美国保守和进一步派 为了要不要戴口罩 打疫苗有所分歧 没有错 就有家长 为了小朋友上学 到底该不该强制 戴口罩炒翻天 甚至大打出手 这发生在佛州的校园里头 而美国最新研究显示 其实如果学童都戴上口罩 还有定期的检测 最好的状况 校园的染疫比例 会从75%降到13% 推挤 叫嚣 拨饮料 火爆场面就在佛州校园上演 所以你能看到 手机现在飞在飞 全都在直播上 手机飞在飞 冲突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惊动警察上前关切 这群家长大打出手 竟然是因为学校规定 孩子必须戴口罩 反对口罩领的家长 人多势众 只是佛州才开学几个星期 就有超过两万一千名学生确诊 四千多位教级员染疫 德州这位妈妈也超级紧张 孩子上学口罩面罩 戴好戴满 没想到 同班同学几乎没人戴口罩 孩子再多层保护 还是不幸染疫 看着女儿呼吸困难 妈妈好心疼 根据美国最新研究 如果校园内没人戴口罩 开学短短三周 就会有七成五的学生 感染新冠肺炎 除了口罩 接种疫苗也能阻止病毒传播 欧盟已经有七成成年人 也就是2.5亿人口打完两剂疫苗 不过东欧跟西欧差异相当大 西欧的爱尔兰和葡萄牙 完整接种率突破八成 但东欧的罗马尼亚只有三成 保加利亚也仅仅仅两成打完疫苗 而开学季很多爸爸妈妈觉得松口气 但是大陆香港传出不少 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 有奶奶送孙子上幼稚园 结果送错了学校 老师只能把孩子带到警察局 还有香港这名男童 他真的毫不想上课 走到百货公司的门口 直接躺平抗议 香港男童穿着制服 背着书包躺平在百货公司门口 许多人乍看之下 还以为身体不舒服 想上前帮忙 但一旁妈妈淡定的说 她只是不想上学 要抗议吵闹半小时 就会乖乖任命 不止香港孩子还在和开学奋斗 大陆家长也在努力中 上海幼稚园老师点名后发现 怎么班上多了一位 不在名单上的学生 和孩子问半天 问不出结果 只能寻求警察协助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奶奶帮忙送孙子 但弄错学校才搞了大乌龙 像这样年纪小的孩子上学 虽然许多爸妈嘴上说能松口气 但其实心里还是很多担心 因此不少学校外出现 爸妈隔着围墙拿手机偷拍孩子的画面 孩子到底都在教室做什么 有老师记录下可爱的一幕 男学生连续从包包里 拿出八样零食和饮料 说这些都是暑假吃剩的 要来和朋友分享 TVBS新闻众口报道 飞风爱达重创了美国路易斯安纳州 白宫宣布 总统拜登将在美国时间 这个星期五到纽澳粮堪灾 而拜登将会拜访 受飞风影响最剧烈的社区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但您关注 云南这对夫妻下车之后 却把两名幼童留在车子里头 结果轿车却因为不明原因起火 两名无辜小生命 没有办法逃生 就此消失 云南一个社区停车场的轿车 突然起火燃烧 眼尖火越烧越大 楼上邻居都忍不住今生尖叫 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次 发现轿车起火后 社区的七八名保全 纷纷拿着灭火器试图灭火 这么紧张 因为车里头有两名孩童 当时灭火的时候 那个孩子在里面抓呀 家长当时在了 火是大了已经开不了了 所有的保安都过去灭火了 目击者表示 轿车不知怎么燃烧起来 车里的孩子一个三岁多 一个四岁多 不幸罹难 目前云南的警方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厘清家属是否有刑事责任 镜头转到浙江 一辆电动车的车窗突然开始有浓烟窜出 消防人员抵达后 用破窗器先敲击车窗的边角 再用水线灭火 结果发现副驾驶座 放了一个一斤烧焦的行动电源 车主事后表示 他下车办事 行动电源在车内高温下自燃 索性社区管理人员巡逻时 及时发现才会酿成更大的悲剧 TVB新闻严瑞生 陈向如综合报道 联合国研究 全球的林地正在大量的减少 面临烂肯跟退化的威胁 加拿大就已经新创公司 专注研发以无人机的技术 加速重新造林 从加拿大开始延伸到荷兰以及巴西 目标在2028年 可以种下10亿棵树 加拿大森林资源丰富 拥有3.47亿公顷林地 占全世界森林面积9% 排名全球第二 但根据联合国研究 全球林地正在大量减少 面临人为砍发和退化威胁 重新造林 成为全球当务之急 瓊斯在2019年在加拿大 成立一间新创公司 专注研发以无人机技术 加速重新造林 他的创业灵感 来自年轻时的打工 8年前 加拿大西部发生严重森林野火 当时他的工作 就是到现场亲手植树 无人机取代人工造林 最大优势就是速度 无人机对出动做好土地调查 从空中洒下特别设计的种子 装置 里头包含三粒预先发芽的种子 菌根和肥料 进入土壤之后继续生长 和传统种植法相比 种子装置用水量少 可以更快更经济的种植树木 无人机今年春天 已经在加拿大北部 种下超过30万个种子装置 播种后 继续用无人机灌溉养分 监测树木成长 目标是在2028年前 种植10亿棵树 但这项新科技的最大挑战 是电池续航力 目前一次只能飞20分钟 从目前结果来看 并非所有种子 最终都会长成大树 前无古人的新科技 还有不少改善空间 但至少提供了 森林富裕一项新力气 无人机重新造林计划 从加拿大开始 接下来目标延伸到荷兰以及巴西 目前一架无人机 一天可以种超过1万棵树 团队希望继续提高速度和效率 尽快赶上森林消失的速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最近对欧美国家 频频喊话 大陆的外长王毅 周三跟气候特使 来自美国的凯瑞 执行线上会议 强调希望可以推动 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王毅说 两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是因为美国对大陆 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误判 要求美国停止把中国大陆 视为威胁还有对手 大陆的法律严格规定 未成年玩网路游戏的时间 只能周五周六假日一小时 很多未成年人哀鸿遍野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网友在国外的论坛发文说 有破解方法了 就是在游戏实名认证时 输入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 还有网路疯传的歌词 国外论坛网友附上影片说 想破解大陆手游 对未成年玩游戏时间的限制 只要在实名认证时 打上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 汉已经网传多年 但未经证实的习近平身份证字号 就能成为年死金牌 成功登陆 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但影片看不出 登陆地点是不是大陆境内 像这样冒用成年人资料 破解大陆游戏限制 不是个案 无论是搜寻引擎还是网购平台 都可以找到一堆游戏租号的服务 这些商家声称能通过外挂程式 帮未成年玩家避开实名认证的管制 在大陆被检讨的游戏乱象 还不止这样 YYDS是那个永远的神 永远的神 永远单身 爱 打费 爱 效果 用英文缩写沟通 是大陆年轻人 现在最流行的聊天方式 一开始的原因 是因为打游戏 同时要破关 又要聊天 所以选择简洁的方式沟通 但后来渗透到文章 口头聊天 近来大陆媒体新华社发文抨击 这样新世代网路流行用语 根本是表达能力退化 这种使用的话其实不必要去禁止或者是讨论更多 相较于官方措辞严厉的批评 年轻人认为网路用语多半是用在同温层或是年纪相近的朋友 这样就被认为影响表达能力或许太严重了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先前升行销售引发了外界关注 最近更传出他打了新冠肺炎的疫苗 出现了副作用发烧呕吐 所以身影了好一阵子 终于在北韩的青年节大会出现 而且架势犹如天王巨星 还有很多青年男女当场激动痛哭 在外人欢呼声冲 北韩领导人像巨星一样好奇登场 金正恩一脸销售现身 更直接逼哭在场上万名青年 北韩年轻人一个哭得比一个还要夸张 因为之前金正恩以四因打完疫苗后 出现副作用发烧呕吐一度神隐一个月 北韩在疫情下面临监控局面 金正恩选在青年日现身表彰 北韩优秀青年也感谢他们自愿投入劳动 官媒朝鲜中央社报导 这些青年争先恐后自愿离乡背景 到斗雨上挖矿彩没务农 比几万台机器生产的消息 还要更让人鼓舞振奋 金正恩自己瘦身有成当局也趁势开启一波减肥热潮 连动画影片都要肥胖者大开嘲讽 未来减肥这个主题可能会陆续出现在北韩宣导影片上 TVBS新闻这么办到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五间Focus新闻 我是黄鑫华 下次再会